日本後生勞動省說 一批派發給人婦的布口罩受到污染 部分更加有重 當局說 由星期二開始派發起 在全國已經派發大約50萬個給人婦的布口罩 至今接獲超過1900宗報告 說布口罩品質不良 包括變性和黏著毛髮等 更加有人投訴發現布口罩有重 當局說已經聯絡生產商反映